当地警局表示警方当天凌晨1点接到枪击报案 凶手行凶后逃离现场警方正在追捕 目前两名伤者已经送往当地医院 而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室发布的最新统计 2021年美国已经发生147起严重枪击事件 自3月16日以来在短短一个月中就发生了至少50起 最近一起是15日深夜发生在印第安纳州首府 印第安纳纳破利斯市联邦快递中心的枪击事件造成至少8人死亡 针对此枪击案基诺沙县警方表示 此次枪击是目标明确的单独事件 而许多专家表示美国的枪支问题将影响世界对美国的看法 随着新冠疫苗正式开放给全美成年人接种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一项最新数据显示 全美18岁以上的成年人已经有一半至少施打完一剂疫苗 至于剩下的五成并非还未接种 而是根本不愿意接种新冠疫苗 主要原因是有鉴于先前有6名女性在施打完交生疫苗后 出现血栓与血小板不足的情况甚至造成一人死亡 虽然目前交生疫苗已经暂停供应 但是仍然大幅降低了许多民众施打疫苗的意愿 对此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Aziz Jha表示 民众不但完全不需要担心疫苗的安全性 甚至应该尽快注射有效达到群体免疫 这些疫苗是非常安全的 我相信这些疫苗比我们在过去更安全的疫苗和疫苗 封门特州是尚未将食品行业 列为优先接种疫苗资格的10个州之一 因此参观业主们正在努力让他们的员工们尽快接种疫苗 原因是在2021年的第一季度 研究显示该州的食品行业工作者相较于其他任何职业 是新冠感染率最高的 至于为何不给予食品行业优先接种疫苗资格 佛门特州卫生部门官员表示 给予优先权的过程过于复杂 没有办法重新安排疫苗分配 自拜登上任百日以来 全美总共接种了超过两亿剂新冠疫苗 而在过去一周中 全美平均每天接种的疫苗数量超过300万 此外近一半的美国人口已经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且大约有25%的人已经接种了两剂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任职期间 频繁地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 即使川普再三强调病毒来自中国 是事实并非种族歧视 不过许多官员痛批以这种方式给病毒贴上标签 只会加剧两国的紧张关系 同时引发日益高涨的种族歧视 对此呈现检察官斯皮策除了呼吁各族裔团结 更声明不会纵容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人们在美国中央击败人 而他们不可以拥有一个人 可能是中国人或韩国人或韩国人 他们只是击败人 似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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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事件是 这些人是败人的 人们看着某种方式 他们相信是Asian 所以这些人是否判断 Χ是什麼人也是 Right Storage And unfortunately, in society today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that hate They Hate Asians They Hate Jews They Hate African Americans They Hate Homosexuals And Lesbians And Transgenders We Just Have A Society Today That Has A Lot Of Hate And What We Need To Understand Is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Not Only Prosecute That But Send A Message That We Have To Live 作為一個社群的工作 我的工作是確保黑人們知道 如果你們有恨和傷害 你們會被捕捉 那蟲蟲真人動畫片 湯姆貓與潔力署 上週末票房110萬美金 再度重返第五名 總計美國國內票房 已經突破4200萬美金 迪士尼動畫片 尋龍使者拉雅 以190萬美金的票房收入 位居第四名 宗教恐怖片《邪惡》 上映第三週票房210萬美金 排名第三 由影星鮑勃奧登科克 所主演的動作驚悚片《無名士》 以250萬美金的票房 排名第二 最後哥吉拉大戰金剛第三週上映 賺進了770萬美金 拿下票房冠軍寶座 這部片從上映以來 美國國內票房在19天以內 已經突破8000萬美金 正人快打 重新開機 電玩遊戲裡的鬥士 刀鋒索尼亞 迦娜 少林武僧 劉康和空老 以及雷電大人 這次全部到齊 為了拯救世界對抗強敵 飾演少林武僧的兩位華裔影星表示 他們必須勤練武藝 有個學校在近的少林寶康 在幾個月間 去訓練跟俊男人 這幫助了 因為這部片 劉康和空老 原來是少林俊男人 我們保持平常的練習 而Max已經做了20年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基礎 我們不會有過這部片 我們不會失敗 我們會殺死他們 而飾演大反派巫師上宗的 黃金翰表示 自己最想獲取別人的功力 他會取得別人的力量 或他會改變他的造型 我也想要有 Max Huang的巫術技術 我希望我可以拿出他 然後把他拿出他 但因為他非常好 他參與Jackie Chan的組合 從惡靈古堡到古墓奇兵 電玩改編成真人電影炒熱話題 這一回真人快打 要以火爆刺激的格鬥 繼續創造票房佳績 繼續創造票房佳績 是國家中文日 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Day 這個節日是由聯合國在2010年發起的 目的是為了慶祝多種語言 以及文化的多樣性 同時在聯合國提倡 平等使用這六種官方語言 中文字不只是中華民族主要使用的語言 更代表深奧的中華文化 主要體現在生活的各方面 包括語言、飲食、服飾、藝術以及文學等等 更重要的是 在這一天也要紀念倉截 也就是傳說中 在五千年前創造出中文字的神話人物 不僅如此 因為中文字的博大精深 也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學中文的熱潮 根據英國一項調查研究顯示 對於青少年學習母語以外的語言 大多數的父母都認為 學習中文有助於孩子未來的發展 還能放大自己的視野 讓孩子接觸更多的中華文化 與國際接軌 因此想要學好中文的觀眾 可以趁著國家中文日這天 好好開去學習中文 親身體驗中華文化的魅力 就由小主播小虎洛杉磯報導